初评日结果马上发布 请全体成员落座 首先 恭喜家族成员信 完成初评挑战 成功回归 请进入活动区 请 来了 陆天新 请坐 好 恭喜大家完成了初评日的挑战 现在我们要先请落败组 归还你们的MVP戒指 失败 悠荣 请各位哥哥 将你们的MVP戒指 投入我们火焰杯 下一次要会 那么接下来 为大家来发布本场的MVP 首先是十七岁的语记组 请全员登台 全员 谢谢 此前你们组内预测的 Top1成员是小智哥 冠军界的 他太右手了 这个尺寸就是刚刚好 而现场组内个人喜爱度 Top1的成员 究竟会是谁呢 请看大屏幕 恭喜林静颖获得二百零三个人喜爱度 成为本场的MVP 请继续保管好属于你的MVP 好 那接下来 以快回来组 此前各位在组内预测的Top1成员是陆毅哥 好看 真好看 像总冠军戒指 恭喜王耀庆成为本场的MVP 来 拿不下来了 这边这边要回收 这边是 这边暂时我拿着 哎呦 哇 哈哈哈 哇 哎 好 接下来表白组 男儿当自强组 同日组 组内个人喜爱度最高的人 马博谦 好 赞可 陈鼓声成为本场的MVP 那与此同时在即将到来的第一场公演当中 各位也获得了选歌的优先权 其余的二十七位成员全部成为流浪者 披荆斩棘的第一场公演试炼正式开启 本季的披荆斩棘开放一个全新的玩法 EPSON自选曲 选歌将会分为MVP选歌流浪者选歌 各位自动成为八大部落 两轮选歌按照个人喜爱度排名 依次选歌落座 落座极为选定 稍后各位大家 没有 我看声歌是哪呢 你直接选歌 你选 你一定要选到选个好歌 我们到时候去找你 对啊 那现在我们有请五位MVP优先前往元州区 加油 加油 好好选啊 请各位随意入座 随意入座 那么大个五啊 好大啊 这么这么大 我觉得要唱一个比较欢乐 能够带动现场气氛的 这样迎面比较大 成为MVP也别我选歌的权利 按着我们四个人继续在义工的这种考量 我会希望把自己更好玩的一面 拿出来给大家看 我当然希望我们团队 里面一定会有一个唱的比我好 绝对绝对的 一定有跳的比我好 有跳舞的我就怕死 有跳舞的我就怕死 如果有跳舞的哥哥进来了 那就他单独吧 所有哥哥们请注意 马上发布一公演出歌曲 八首歌曲 包含着自选曲 对应不同的表演风格 和团形人数 歌曲的展示 请看向大屏幕 滚烫主题 关注生活 来到2023年的你 正在重新出发的你 引起你最大关注的是什么 对此你有什么思考和分享 请用你的舞台 为2023年做一个小小的提案 就是选这个歌的就得跳 对的要跳的舞 哦 他要跳舞啊 这要学多久了 对啊 带劲吗带劲 那也不坚持 对 不容易 起伏在心 哇 哈哈哈哈 都好难哦 不要跳舞 看来每一首歌都要跳 哈哈哈哈 你选 还要跳舞 哈哈哈哈 召唤把日夜 冰封的烟来一滴 就寒不鲜 来自梦忘的明星边 还要breaking哦 我觉得其实最合适的 是黑夜和白天 黑夜白天的舞蹈太难了 但是我觉得他的空间是会比较大 是非干嘛要后悔 耶耶耶 就算再多挫折我都不愿意 我们失败 这叫什么风格呢 有rocky roll rocky roll的 i want to sing with him though 干嘛要后悔 这个要有人唱得出这个味道 最好 性格可以 性格可以 你怎么还有 姚家穿暴雨万一 猜我无数次失败 你凭什么陪我颠沛琉璃 哇 在平行故事里 总会有个完美过分 场景好棒 对 其实这首也 也挺好的 这个我估计是有那种蹦蹦 它就有鼓你知道吧 这个也帅 这曲失败你 我觉得真的会想这首 我飞翔在旁边 我飞翔在旁边 这也可以考虑一下 李荣浩 对 请 X 歌曲 给大家解释一下 我们自选曲的意思是 当这个队伍当中 坐满三人了 你们三位自己来商量说 要表演什么歌曲 什么歌都可以 对 对 哇 好的 所有歌曲已经为大家播放完毕 那现在我们五位MVP 可以优先选歌 那首先有请小智哥 小智要先拿一个歌 好 试试看 好 林志颖选择自选曲 上来就选自选曲 大部分的歌曲 我们都没有那么熟 既然有个自选曲 是不是就专门找一首 自己很熟的一首歌 有一些自己的发挥空间 这个空间就大了